兄弟们都别眨眼 我要起飞了 哎呀 有这么好玩的飞天 你弄谁还玩出租车呀 我来 鬼 啊我操 我去 天大佬你过分了吧 就算是飞 给你遵守交通规则呀 给你个大佬 兄弟们 天大佬真傻了 不仅用飞天bug做天色的人 还在蛋白岛上到处乱打人 关键还在岛屿上骂一些很难听的话 可能岛上的蛋都气坏了 一个个扬言要去抱他 啊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机甲大佬吗 哎 不行啊 必须得阻止他 哎 家伙 大佬他人去哪了 好家伙 居然下线了 打完人就下线 这也太过分了吧 哎 小子 小子 我跟你说 机甲大佬他 啊 哪里来的黄蛋呢 小子 你不会又找了个新的搭子吧 哎 这也要的吧 我瞎弄 就是你机甲大佬 啥玩意儿 你逗我呢 这蛋断味才安全的 背包里一个皮肤都没有 我看你是搁这儿冒充的吧 哎 兄弟们 你们说这货是不是机甲大佬 真的是机甲大佬的扣一 真的不是机甲大佬的扣二 哎 我劝你还是别装了好不好 这什么玩意儿 哈哈哈哈 哈咖兄弟 我真的是机甲大佬 实不相瞒 其实是我的账号被封了 今天我一登录 居然提示我账号被封近一万多天 我的全皮账号啊 号上还有五十万单币没花你 大佬的全皮一号被封了 要知道这可是全皮肤收集账号 在藏宝阁里 这账号的价格不会低于六万 再加上号上的五十万单币 下来也是总价值十万的号啊 哎 我看 肯定是因为你刚才在蛋蛋挡骂人 他什么人 我上乌鸦跟美商号啊 不是你 那还能是谁啊 来了啦 爹 哈哇 你好 嘿嘿嘿 实不相瞒 其实都是我干的 是我盗走了机甲大佬的账号 上号之后不仅卡罢 还打人和骂人 最后成功被人举报 封禁了账号 怎么样 想不到我这么厉害吧 好家伙 原来刚才在岛上撞我的人是你啊 兄弟们 你们想不想揍这蛋饭子啊 像揍他的可以点个赞啊 我来代劳 大家点多少赞 我就揍他多少次啊 打死你个鬼损儿 打得好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又没说不给你解封 还能解封 赶紧说 怎么解啊 想让我帮你解封的先通过我的考验 哇 就知道你没有好屁啊 肯定又想折腾我 我不去啊 阿卡兄弟 只要你能帮我解封账号 我愿意把我号上一般的单笔给你 哦 你也照我说嘛 那我去就是啦 去你要的 哈哈哈哈 哟 好家伙 这一看就是个奇葩图 看第一关 小子 你先坐马桶上 哼 哼 做不辣 我直接走你 啊 很好 小子碰到复位点后 咱们直接点复位 接下来让小子躺床上 咱们同时操控两个角色过关 等会儿 怎么感觉干活的全是我呀 少废话 滑卡 赶紧往前走呀 老六 我真的服了 到达尽头后 小子起床对小子过去 碰到复位点之后咱们点击复位过来 来 这次该轮到我坐马桶了 哎呀 这啥 小子你可要轻点扔啊 去你要的 哎 小子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呀 啊 我怕 接下来这关咱们坐上凳子 然后小子把我扔出去做滑滑梯 哎呀 这次总算扔对了 滑到后面后收集鲜线 就能打开这个穿梭门 抱着一起飞过去 就到了延命扫地环节 小子 要不你来扫地啊 给你干嘛呀 哎 行行 过来也行了吧 好家伙 这地比我脸还干净 还需要扫吗 扫完地之后 穿梭到对面 一人坐一个沙发 人气之后点击按钮 就能一起飞到终点啦 哎嘿 这关卡压根没有难度啊 大饭子 赶紧把大佬的号解封 嘿嘿嘿 我说啥 你还真信啊 你啥时候见过被封的号可以解封 放去吧 以后不会再有机甲的老这个角色了 过来 去你要的 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 这什么情况 你的账号怎么恢复正常了 可笑 我可是单载会员加网易新一会员 是网易玩家中的ELP中批 只需要提交你登录我账号的记录 证明不是我打人骂人 就能解封账号啦 可恶 想不到还有这一手既然是坏了 那我先告辞了 想跑 门都没有 给你个大门啊 哎 大佬 那你说好的蛋壁呢 哎 大佬 蛋壁啊 我的蛋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